大家好,今天是十二月十三星期二 市况是进一步下限的 现在这一分钟的时间,我在旺角分行 一会五点钟有讲座,事实上时间不多 只能够匆匆分析而已 十二月的市场已经是一个先高后低的形态 因为指数今天不单止是跌穿了五毫的低位 是二万二千三百七十五点,而且日中曾经见过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二 即是说今个月的波幅已经轻轻抗波到七百八十四点 七百八十四点的波幅不算是特别多 如果以今个月的波幅若不可以有一千点计算 更加低的市数可能还在后面 现在比较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指数会不会下市十一月九日的低位 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七 因为大家清楚了,由九月九日高位二万四千三百六十四点的回落 到十一月九日的低位二万一千三 二万一千九百五十七是止暴,然后反弹 如果反弹完之后再跌的话 即是说九月九日高位的技术上的调整仍然继续 亦都意味着整个中期调整根本上未完 所以现在这一刻是比较关键的 十二月份已经去到月中了 一般来说十二月份其实没有太大的动作 因为大型的基金经理都放假了 剩下来的都是小的买卖 况且去到圣诞节价前市况一般来说是比较沉门 所以我对十二月份的事 现在这一刻都不敢抱大大的憧憬 事实上经过昨天A股单日跌了八十点来说 明显看到市场投资的信心和意欲 已经大幅降低了 就算往后有少少技术上的反弹或者后抽 幅度也不会太大 你要改变整个月的形态 现在这分钟是有点困难的 因为在七八八十四点的波幅里面 是宽了二十天、十天、一八天和五十天线 指数要摆脱进一步下行的势头 首先就要回到二十天和十天线流上 这是最基本的了 至于最关键的也是五十天线 看现在这个市况 我觉得三几八点的反弹 我不敢说我完全没有 但你要扭转整个败局 真的有点困难 否则在月中 美国也可能会进一步加息 虽然加息市场已经消化了 但始终你不能够当好消息炒 至于年底前 会否有些粉色厨仓活动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粉色只不让市场跌得太明显 你说要拆动一个新的声浪 以现在的市况来说 我觉得有机会是很微的 可能比较大的市况 比较明快的步伐 真的要去到一七年开始 第一季我们才能见到 我想到时可能在低位 慢慢慢慢走上去 会组成一个新的中期的升浪 不过现在这一刻最重要的 就是做好风险管理 现在这一分钟真的十五十六了 好了 今天说到这里 明天收市之后就跟你谈 这么多了 可以 我们终于 我 终于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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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